近日在某综艺节目中 黄毅被问到 自己最吸引异性的地方是什么的时候 回答是自己有趣的灵魂 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有趣的灵魂 一共很好的情绪价值 朋友们跟我在一起都会很开心 而此前黄毅在节目中也是经济频充 提到男孩比女孩更需要爸爸 因为我想女孩子需要一个爸爸 但男生更需要爸爸 否则他不知道男子汉是什么样 对吧 他也曾提到婚姻是需要冲动的 婚姻是要冲动的吧 有可能就没有那种 虽然是五十三 在某节目中以大方吐槽自己 认怨缘都到人到中年戏就少了 我是一结婚戏就没了 人家天天在镜头前秀恩爱 我天天在镜头前普法 谈到2021年愿望的时候 2021我希望可以拍一部好的作品 我希望真的可以 告别过去展望未来